各位喜歡蘭花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蘭花頻道 今天我們要來看一下一顆原生種的蝴蝶藍 這一顆是 Equestress 它是中文叫雞蝴蝶藍 這一顆蘭花呢我一共有兩顆 那我們今天要先講其中的一顆 那這一顆呢等一下你會看到 它是種在水苔無動的種植方式裡面 那另外一顆呢是完全不一樣的種植方式 到時候再做影片跟大家分享那一顆 這顆蘭花呢它是Cerulea 就是它唇的部分呢它是呈現這種藍紫色 然後有一點黃色的漸層 這顆蘭花其實我當時拍影片的時候 它已經開花開到就是 它前期的花已經寫了 那段時間我比較忙 所以前期開花的時候我還不怎麼的注意它 我想說反正它會很習慣性的開很多花 所以可以再等一陣子 就一等啊就等太久了 這顆蘭花它就是因為是種在這種無動的水苔種植方式裡面 那順便一提的就是說 這種種植方式 因為杯底沒有排水孔 所以你呢有兩種方式可以澆水 要嘛你就是定量給水 那要嘛你就是你可以泡 但是呢你要能夠就是很有耐心的把多餘的水分傾倒倒出來之後 還要讓它滴滴到不會滴為止再放回去 那因為第二種方式呢 它還是屬於水分可能會稍微偏多一些的 所以你可能放回去之後的一兩個小時 這你可能要再回去一次看看再倒倒看還會不會再滴水 因為有時候呢它因為地吸引力 會再把多餘的水分呢再往杯底去流 那你就還是會看到哦 你一兩小時過後還有可能會看到杯底還是會有一些多餘的水分殘留 那你就還是必須要把它倒出來 這顆蘭花其實有一點點淡淡的香味 但是香味不是很明顯 所以我基本上我不會把它歸類為會香的蘭花 也許將來它的香味會變濃也不一定 但是這次的開花週期呢它的香味其實沒有很明顯 那我喜歡雞蝴蝶蘭哦 但是其實這一顆蘭花是我第一顆購買的雞蝴蝶蘭 為什麼呢 因為雞蝴蝶蘭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品種 它有粉紅色的有純白 然後純上面是有橘色的啊黃色的啊 這種藍色的啊粉紅色的 有很多不同的這種變化 那我個人呢 其實嗯 當時沒有買雞蝴蝶蘭是因為它很常見 那也很便宜 所以我就等到最後面才買 那當時我買這顆 原因是因為我剛好在網路上面在看一些紫色的蘭花 那剛好有看到這一顆 所以我就 呃 就下單購買 因為它好像也不貴 我記得好像15還20塊美金吧 在美國這樣的價錢算是非常一般的 呃 到時候再做影片 那今天這一顆呢 因為是水苔嘛 剛剛講了澆水的部分 那施肥的部分呢 它就是每一次都是給到25%濃度的肥料 那肥料濃度的調配25%怎麼來的 我也講過多次 但是這邊怕 就是說你是第一次看我影片的朋友 還是先講一下 這邊呢 比如說它的標籤上面是寫一茶匙對一加倫 那你要調四分之一濃度的話 你要嘛就是減少一茶匙變成四分之一茶匙對一加倫 或者是你同樣一茶匙對上四加倫的水 那到底是要一加倫還是四加倫 還是你要用兩加倫的水去調配 或三加倫的水去調配 這關乎到 這牽涉到就是說你蘭花有多少顆 跟你怎麼樣澆水 像我蘭花呢 有差不多就是100出頭顆 那我因為呢 蘭花的水我是不共用的 所以我需要的水量稍微就會偏多一些 那有些蘭友它的蘭花數量比較少 或者是他很確定他蘭花都沒有疾病 不會怕有交叉感染的這種可能性 他可能就用一加倫的水 然後呢 所有的蘭花都是放到這一加倫裡面的水去浸泡拿出來 然後再換下一批再浸泡再拿出來 就是共用水這樣子的一個交水的方式 就看你的交水方式 你的蘭花顆數跟你自己覺得你喜歡什麼樣的方式 因為除了顆數之外啊 其實另外一個就是主人 你蘭花主人的一個生活方式 喜歡的方式也會左右你給的水量啊 你準備的就是一些操作模式上面的不同啊 那像我的話因為我是使用逆滲透的水 那那個濾心比較貴的情況之下呢 我就還有另外一個成本上的考量 那像我有些朋友他們是非常幸運的 他們加水龍頭的水一打開啊 他們那個水呢自動就是軟水 PP值介於30到50之間的那一種 是很低的 像我這邊水龍頭打開 大概就是150以內 120有時候110還是150還是軟水 但是還是偏高喔 因為我加完肥料的水呢 PPM大概就是在250左右 所以它本身如果打開水龍頭水 已經在120等於一半了 那如果再加上肥料到300多其實也還好 但是我還是寧願用比較軟的水 所以成本上如果說你要用4加倫的水 5加倫水每一次澆水 那每一個禮拜你都是這麼多加倫 那濾心相對的你用水越多 你濾心換的就越快 所以這也是另外一個仰藍的這個 比較背景後面的就是幕後的成本喔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考量的地方 那再回到這顆蘭花本身的照顧喔 這顆蘭花呢 其實幾乎蝶藍啊 它有幾個特性 就是說它很會長高雅 就成熟豬的蘭花 像這兩顆我的幾乎蝶藍都還算是小顆的蘭花 如果是成熟豬的話 它很容易會在它的花梗上面去長高雅 所以呢你這個花梗啊 如果你有心想要嘗試培養看看 會不會長高雅的話 你的那花梗還沒有枯黃之前啊 就不要剪它 因為它有可能會繼續續花 那也有可能會從它花梗上面的一些結的部分呢 長出高雅出來 但是不是每一次 因為幾乎蝶藍像我說的 它如果很年輕的話 它不一定就會長高雅 我看過有一顆朋友的雞蝴蝶藍 它是養了好幾年喔 可能快十年了吧 它那蝴蝶藍是非常的大顆了喔 然後它的那個花梗上面啊 我記得好像四五個花梗 很多花梗 然後每一個花梗上面都兩三個高雅 所以是相當相當的令人就是感到佩服的地方 然後也也蠻蠻好 蠻可觀的啦 所以呢如果你有心的話 好好養你的雞蝴蝶藍 然後呢 它年紀到一定時候 它就會來為你產生很多的蘭花寶寶 一段時間之前 這個應該也三四年了 我之前在網路上有看到另外一位 養藍的朋友分享說 它專門收集雞蝴蝶藍 然後呢 它就有稍微介紹一下 它當時的七八顆不同的雞蝴蝶藍的樣子 這是品項 也是相當相當的讓我就是佩服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啊 不妨呢 到花室看看 也許能找到不同種類的雞蝴蝶藍喔 以上就是今天為您帶來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請幫我在影片的下面點個讚 如果你要繼續與我一起學習怎麼養藍 別忘記訂閱我的頻道並打開通知鈴鐺 謝謝你的觀賞 我們下次再見